花莲施工所向体育署赚取经费来进行大本运动公园 运动设施改善工程 要改善两座篮球场的地平 新设景观厕所 修气座椅 扶手栏杆 还有景观照明灯 预计在三月中可以完工 而为了让民众在春节的连续假期有运动场所 其中呢 两座篮球场 市长温嘉贤指示要加紧赶工完成 先开放 让市民朋友来使用 今年花莲市民又多了一处打篮球的好场地 这是位在美伦地区的大本运动公园 花莲施工所向体育署争取经费 进行运动设施改善工程 目前已经接近完工 去年度到今年 那也跟体育署争取了相关的经费 来做我们大本运动公园的设施改善 那主要改善的范围是在我们篮球场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两座过去非常旧的一个球场 我们整个把它做一个翻新 那两座球场也能够符合到运动朋友的期待 那我们除了球场部分 还有周边的环境氛围把它做相关改善 也有重新设置了一个70公尺的步道 那还有一些扶手栏杆 跟能够修气的一个遮阳亭 那我们希望这些设施完善之后 希望能够赶在农历年前 让我们打篮球的朋友能够赶快进来运动 然后也来享受我们这边最好的一个好山好水 那我们期盼未来有更多争取预算的机会的时候 能够持续不断的把大本运动公园建制成 符合我们大家期待的一个 不论是年长者也好 或是小朋友也好 或是青少年也好 喜欢来的一个去处 这项计划的试作项目包括改善两座篮球场地平 新建景观厕所一座 无障碍步道71公尺 修气座椅4座 俯首金属栏杆 景观照明灯 小板桥 还有路原石等 全部工程预计在3月中旬可以完工 为了让民众在春节连续假期 有运动休闲空间 华联施工所加紧赶工 预计在春节前可以先开放两座篮球场 让民众来使用 这两座篮球场有专业的防滑地平 完善的排水设施 市长温家贤也欢迎市民朋友可以多加利用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